OK,大家好,我们今天我们来讨论Receiving的功能 为大家介绍我们这套系统的Receiving功能 这Receiving功能呢,我们当然跟前面一样有FindUpdate 我们这次直接就加一个Receiving OK,FindReceiving的时候我们先把所有的OpenPO全部秀出来 秀出来以后我们来选择我们到底要搜哪一个 OK,我们说我们要搜这一个产品 OK,好,然后选了以后,Checkmark以后我们按Receiving OK,Yes,OK,我们就直接把这张PO 这张PO的Information全部抓出来了 OK,好,全部抓出来了 那目前因为我们所有的Information都没放进去 因为我们刚才事实上在PO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把上那个什么Bill of Lady Number,Container Number 直接制造放进去,这边都会自动填满 自动的ShitBuy,因为我们刚才投篮没有填 好,我们现在有了这些Information以后 我们已经create了一个Receiving Loan 接下来我们就要在同质仓库了 在同质warehouse,我们就要一个Receiving Worksheet OK,Pring a Receiving Worksheet 你看我们有Quantity PO,我们这边是空白的 然后这时候我们叫他们去把这个Fear出来 这个当时我们做的是个Dropship的一个PO OK,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也可以,他们现在我们Pring Receiving Worksheet做完了 下一个动作我们就要Enter Receiving Quantity Enter Receiving Quantity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可以输入输了 哦,before that,OK,我们应该要先Enter,我们这是运费 如果说是Import的,我们比如说是像现在好像到达是蛮贵的 好久没做了,然后呢,我们Duty,我们比如说是300块钱 Broker Fee,以前是75,现在不知道多少了 说100块钱,说100块好了,他的费,OK,我们讲说是像有ASI 这是如果是AP,那个ASI,或者说你其他的一些保险 如果说你想要摊进去,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但是就是可能要自己用menu计算一下,摊进去了 我们算是摊个ASI,假设一个21块 我们这边有多少台,我们有80台,90,100台 就是算是21块乘上100,就2100块钱,好贵 OK,好,这时候我没摊进去,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这个Receiving的Quantity输入,OK,这边Quantity Receive,38 OK,10块,OK,3块,其实呢,这个东西,因为我,因为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看这边有Handling Feet Ratio,Handling Feet Ratio 那目前就是说,它是按照单价,这个价值,这个金额 Receiving的金额,然后跟这个来做百分比 因为有时候东西,虽然我这边很多,但是我单价很便宜很便宜 OK,很便宜很便宜,那这时候就是,这怎么讲 就是,摊起来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就不能以数量 是要以这个Unit Cost来摊,所以这一个呢,每一个Unit,摊了79块 一个与这个International Free就加了70,所以我们当初是Invoice Cost是500,厂商的Invoice加上79,所以我们的Unit Cost Lending的Price是579,还579,好,这时候基本上面我们这一张Receiving就做完了 但是Receiving做完了以后,我们要Print Receiving Log,然后同时要把Receiving的数量 Post到Item Ledger,OK,我们用Print Receiving Log做一个Trigger To Post toItem Ledger,你也应该要有一个Documentation,万一电脑什么当机 或者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应该要有一个Hot Copy,OK,好 这是我们假设,我们Print出来了,我们Print Documentation,Pdf,我们这个Obviously是个Landscape,OK,我们Click OK OK,现在是流行Paper List,OK,Paper List,所以你这可以 可以assign一个Area to receive,OK,所以印同PDF是一个好东西 然后它的PDF就印出来了,好,我们回到FileMaker,然后我们Back to Previous Page,OK,就回来了 OK 所以基本上面我们现在接下来检查 我们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做到receiving去 OK 有没有去做到receiving 因为我刚才做了一个测试 所以可能会有两个 OK 两个receiving了 OK 所以我刚才是 OK 560 因为每次摊的运费不一样 所以现在平均下来的 average cost 这个产品是508块 我们来看看general information 570块钱了 570块钱 所以当然我们这个因为是demo 很多东西都是 都是不是很complete的information 希望大家能见谅 好 这个就是我们做receiving 这是我们做receiving的功能 它自动做完了 就会把这个post到这个item ledger 所以你的库存马上就会有update 好 那这就是receiving 接下来OK 这个接下来我们顺便讲一下incoming shipment OK 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应该讲出就是一个清官的checklist OK checklist 因为我们都是shortcut的 好 很多info 像vendor invoice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让大家看得清楚 OK 好 vendor invoice number contract number 照理说 如果说今天真的进口商 你除了下po以外 当然po本身就是一个contract 但是呢 因为看 它的information非常有非常有限 很多进口商 还有一个contract number with the supplier 就是说 里面你订很多细节 比如说你的appearance是用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你要贴什么样的logo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条件 它里面所有的东西写得很细很细 OK 很细很细 那 that's pretty much that's for power support OK 我不晓得别的产业 像那个电子产业可能就没有这么多东西了 OK 然后呢 这个ship day OK ETA的东西都ETA 在po里面都全部都填下去的 然后接下来arrival notice bill of lading 有original bill of lading 有没有了 我们有没有通知broker OK 我的epa 像那个postport的话 又有epa的epa number 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invoice original bill original invoice from vendor in ok internal contract OK 这就是contract number OK notive delivered order的 notification 还有deliver order 到了没有 这里面的这个就是因为因为呃 因为我们在postport的经验做进口商的话 一次进来都是好多好多东西啊 都是好多好多东西 那呃这么多container在那边你呃 常常这个有这个权的那个还不权 那如果说有一个checklist的话啊 我们就可以就是get a piece of mine ok get a piece of mine 当然你还可以到po里面去make a note OK 你可以去在po里面去make a note 啊就是把这些这些清官的一些一些东西啊 make a note 哦哦我都我会create一个note啊 这是个很好的想法啊 啊我这边还有space 我会做个note ok 就是关于清清官啊 我什么时候把这个documentation啊送给曝关行 ok 我什么时候厂商给我啊 啊到时候因为都是一天delay都是好多钱啊 这些责任都要讲得很清楚很清楚 ok啊 这个就是我们给进口商啊一个提供一个checklist ok好 希望大家这个这个啊有什么意见 希望请跟我联络 ok好谢谢 啊 啊 啊 谢谢大家